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盲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陈碧市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我是盲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盲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今集我们就谈谈美国的大选 北京北国不如8月底 很快就11月 11月正在美国大选 现在 其实贺锦丽 看上去各界民意调查 都好像领先了 特朗普少少 不过 他们 民主党党内顶级的民调专家近日就警告 呼吁党内不要因为贺锦丽目前在民调 稍稍领先特朗普而过度兴奋 他亦都说 我们 很多都是假仗来的 你以为赢可能会输 这些就非常理智 专家亦都说 其实最少是跟特朗普五波的 前景看起来都可以 始终五波好 是大 输 如果之前 阿租的话 就很严重的 阿租那个真是太低了 没错了 没有一些 没有一些利好消息的 迹象 没有的 是没有的 那么 民主党士气高了很多 不过在自家国举行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 支持何錦麗的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他们亦都说 在民主党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民调专家 他就是外奸的民调 好像看起来太乐观了 民主党民调公司 的合伙人 奥米罗 他就说 其实这个是个苦战 我也觉得是苦战 我也觉得是苦战 这个跟我们所知道的情况 是 一样的 这场选战不是那么容易打的 即使目前民调显示 何錦麗稍稍 领先特朗普 但是 优势是不足以令他100%赢的 甚至有些可能是假象 原来他们的 最新民调结果当然在内部做 在摇拜周份 何錦麗 和特朗普的支持得基本上持平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 在选民 看重的 候选人特质方面 就 比如 是否可以胜任工作 亦都比如 有没有正确的愿景 以及是否 可以 成为一个强势的领导人 其实 他们民主党内部做的 民意调查就看到特朗普 是稍稍占优 是的 还有知名智库全球 策略集团 他们的合伙人 NIC 亦都说 2020年 到2016年的民调 都是低估了特朗普的支持度 是的 尤其是希拉里 是的 希拉里就是严重低估 虽然民调 是 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分析这些问题 但是 民主党党内的民调专家亦都说 美国是没有任何民调专家能够100%确定 他们已经 解决民调当中所有问题 有些东西可能有偏差不出 为了提高民调的精准度 民主党在威斯康辛州进行了一趟长期的实验 打算找到标准 民调可以忽略的选民群体 结果发现标准民调更容易 是捕捉那些对政治高度关注选民 没错 忽略了参与道 或者不喜欢表态选民 这件事 有一个地方叫土耳其 土耳其选举就是这样 可以当官大败 不是 保守省份 他赢好L多 但那些人不说民调的结果 他不会说 我投根苏 我投可以当官他不说 可以当官的选举 西方都没有说 他是有什么 古古怪怪的 是干干净净的 但是 在美国总统大选当中 这些低参与道的选民 他都出来投票 这就会导致民调的偏差 民主党众议院竞选 如果主席呢 Dalbin 也说 今年的内部民调 我们很谨慎 他强调民调只是决策的 参考之一 不应该过度依赖 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但是当然 有些 其实台湾佬很想特朗普选不了 因为 他说过 如果川普 川普就是特朗普 川普上台 我们就要惩罚台湾精品营业 我觉得 或多或少他也要你加些保护费 多小我不知道 他不会给你 好像以前那样 你说什么都可以 我买武器给你 还要什么要给我 台积电也要投资多些 其实也有很多 要啦 削减通罪博 我拿这么多钱 不准 自己给 有些江湖传闻说会推翻这件事 如果上台 所以车企都害怕 推翻了 我们投资了这么多 我心里一里 美国总统大选 当然 另外一场辩论是 9月10日 就要进行大生变 双方亦为了介事他的麦 是不是静音 而谈不住 赫锦麗阵营就要求 全程 要开麦 特朗普阵营就希望没有辩论 那时候 你就要静音 但是这样不好玩 要是你博他 你如果 加入这个 你叫什么 赛制 这个 有静音这件事 对 对民主党我觉得是有少少劣势 但赫锦麗应该更好 如果是Joe 你说话的节奏 被川普打乱了 你很难接得上去 如果是Joe 早排是猛性性的 但我又不是这样 你已经玩完了 我反而觉得 民主党为什么要全程开麦 因为赫锦麗是可以捉到川普的野气 他不能动 反义派 不是 其实 贺锦麗最大的辩论优势是 捉住特朗普在官司上的劣势 所以 反而民主党要求全程开麦 就是可以打断他 明白吗 他就知道 麗姐 打算用法律上 因为他始终在司法界这么久 他就用这个去压制川普 当然希望他就不会生病 好像Joe 其实Joe是否感冒 也是说真的 全程 賀錦麗阵营 希望全程开麦 是因为团队认为 賀錦麗 能够 在法律问题上惹到 川普乱差地说 失去冷静 突然之间 就 是 不懂得说话 川普不会不懂得说话 但是是兜 但知情人士就说 特朗普 就希望 賀錦麗 喂 你就 不准 我说话时你不准 出声 就要静麦 静音 那 看看吧 因为四年前 辩论 特朗普就经常是 插嘴 是的 答声 打断拜登 说话 这些混乱场面 大家都知道 6月27日 第一轮辩论 拜登团队要求 未到 你看到两样东西 Joe 就和賀錦麗倒转 就是 他约小的时候就说 不准 我说的时候 川普不准开麦 我也不开 现在倒转了 赫錦麗希望 全程开麦 反而 现在川普不肯 这个真的好笑 大家看到 只要对他有利 他肯定希望你 就开麦了 是吧 你这样 就让川普不肯跟你辩论 是的 现在就谈不定 这些台湾都叫 赫錦麗竞选团队的资深顾问 Brian Farland 他也表示他们已经告诉 主办的ABC 以及其他有意主办的 媒体听 要全程开麦 他就是川普团队 特朗普团队 他们希望麦正音 因为特朗普 他担心 赫錦麗 会用他的法律知识 打断他 不过赫錦麗震仍也认为 不关麦 可以令到阿鲁失去理智 在 麦是开启的状态下 当然 可能阿鲁 他也会说些不应该说的 反正 你没想着他们会很君子 这些东西有阻止 事实上特朗普本人和他竞选团队 似乎是不同 竞选团队要求 不出声 但是特朗普的资深顾问 Jason Miller 说 原本同意 ABC 辩论 条件就是 要跟CNN一样 CNN一样 他们就说 赫錦麗团队不单要求要开麦 还要 可以带笔记簿 他就讽刺赫錦麗 如果你那么笨 就不用做美国总统 不代表笨 当然 他应该比阿周的 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说 我没什么所谓 我同意是同样规则 但是 这样对我来说不重要 我宁愿开启 但协议是 会上 大家肯定 下面肯定谈 当然不会 阿赫錦麗直接跟阿鲁说 他就说他的团队继续 和我赫錦麗谈 我相信 都是谈的 最搞笑的 现在 特朗普 他有一位 要前顾问 他就说 曾经在特朗普 时期担任国家 安全顾问 的 Madmaster 其实他新书当中就说 哇 这个普京 是世界级的 骗子 而特朗普执政初期 真的很想改善和俄罗斯关系 但原来他就 这样说 经常被普京 玩弄于股掌之中 还无事俄罗斯干预 2016年美国大选的证据 其实有什么呢 另外一方面 这个 Madmaster 他也认为 特朗普 对华的 态度采取强硬措施 是正确的 还有 搞到大家 整个世界很乱 因为中美关系 现在这么差 他订了基调 阿周都可以这样搞的 不过我觉得基调也应该不会变 我不是说对 肯定都会继续跟中国 他也认为 他也认为 很搞笑 特朗普被骗 不是跟他合作 因为有些人说 特朗普和普京是好朋友 他又说为什么 特朗普被骗 因为他很自信 又很要面 也深信 只有普京 才有资格跟他打交道 在执政初期 寻求跟普京建立 个人的 融合关系来改善 美俄关系 但是他也说 特朗普是一位无情 不是 普京是一位无情的 KGB特工 用阿瑜 奉承 来迎合 他的话其实没什么用 是的 做一个国家领导人 难道说两句就信吗 好像老蕭那样 说说你也信 普京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比下面的 下面那些 水得他很重要 搞到我战争截截拜退 年纪之前说 现在有没有呢 好,今次先来到这 多谢各位 再见